像瘋狂 來任性的告白 你是熱情的芒果 我就是空空的Tonight 歌手李文在台上又唱又跳 散發陽光形象 但沒想到在7月5號這一天 被證實離世享年48歲 文章中開頭寫著 李文罹患抑鬱症 長時間與病魔對抗 但不幸病情急轉直下 戰敗病魔 7月2號這一天在家中輕生 送醫後持續昏迷 短短三天搶證 就無效7月5號宣告死亡 而這死訊是由她的親姐姐 親自發布 李文姐姐還同時上傳一支小短片 雖然當中只放了幾張照片 不過在這16秒裡面 卻能看出姐妹情深 不過李文其實在送醫當天 發了一段長達40秒的語音訊息 給她的粉絲疑似就是遺言 親愛的我是Coco 感受到大家對我的愛跟支持 然後你們做我的後盾 我會加油 這段時間呢 希望你們自己身體健康快樂 我非常想念大家 我在努力努力 想念你們 我也非常想念你們 愛你愛你 而李文的官方臉書 最後一篇文停在5月28日 宣傳動畫主題曲 在前一篇則是祝賀楊子瓊 奪下奧斯卡獎 文中更提到 感謝楊子瓊給她勇氣力量 沒想到才不到四個月的時間 卻傳出死訊 消息曝光大票粉絲湧入 留言哀悼 希望能一路好走 1994年出道走紅 一路以來辛苦耕耘 而她的人生卻停在48歲畫下休止符 令人不勝唏噓 在那幾天就關於文家的